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5月7号,周二晚上的7点35分 今天的市场是没有特别重大的宏观数据催化剂 四大指数除了纳指是小幅收接之外 三大指数微涨,大盘也是属于比较无聊的一天 那么今天的个股给大家准备了像Disney还有DDOG的财报 以及英伟达的点位更新 还有就是很久没有讲过的CTA的策略 他们的一些更新 因为上一次市场在回调之后 他们是出现了一波抛售 那么现在有没有回来 在本周以及未来的一个月 那么CTA的策略 他们会在什么点位去加仓美股 在什么点位去抛售美股 咱们稍后给大家来详细的展示 好,首先还是来简单的过几个基本面 首先是今天的三年期的国债拍卖 价值是580亿 得标利率是4.605% 投标倍数是2.63倍 高于之前的2.5倍 还有平均水平的2.57倍 那么经销商是兜底买入了剩下的14.9% 低于之前的19.3% 还有平均水平的18.3% 所以这个三年期的国债拍卖 其实今天整体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这个额度比较的大 总体还是非常不错 那么明天呢 会有420亿美元的十年期国债拍卖 周四有250亿美元的30年期的国债拍卖 好,另外呢 咱们来看一个关于消费者支出 也就是信贷方面的数据 那么美联储的这个数据也是出来了之后 看了也是吓一跳 整个的消费者支出方面 美联储公布了三月份的信贷数据 在整个一季度商业银行的信用卡的平均利率 触及了21.59%的历史新高之后 三月的消费者的债务总额只增加了微不足道的62.74亿美金 这个是比市场预期的150亿美金低了60%以上 与二月份相比呢 也是大幅的放缓 下降了近90亿美金 这个也是2024年变化率最大的月度降幅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信用卡的利率 不过我相信 其实一般来讲 华人朋友在这个信用卡的管理上 可能会更加的主动一些 应该不太会去最终这种去违约 然后去拖欠去支付21.59%的这么高的一个年化的利率 这个确实是太可怕了 以前说超过20%的利率 基本上和高利贷没区别了 那你现在你看信用卡 随着利率的水涨船高 已经跑到这个位置了 希望大家目前的信用卡都是正常的在去还卡还钱 也希望我觉得咱们的华人朋友 其实包括如果你还有余钱过来做美股投资 通常你的财务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好 所以目前的整体状况是在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细节方面 就是在循环信用信贷 就是在信用卡这上面 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 从2月份增加107亿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月度的涨幅 勉强的在3月份是收了一个证数 就是信用卡的余额增长 只有1.52亿美金 就是头上画的红圈圈的那个小地方 这个是自疫情以来的最小的月度增幅 另一方面 信用卡的债务的总额 所有的加起来 就是现在还留存的信用卡的债务总额 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咱们可以看一下红色这条线 往上走的是信用卡的债务总额 那么往下的绿色的这条线是什么呢 是个人储蓄率达到了历史的新低 为3.2% 一直在往下走 所以这是个很明显的一个背离 一边是债务的高企 一边是储蓄的下降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担心 后面的整体的消费市场 还能不能有所支撑 但是呢 如果未来的消费 整体下滑的比较厉害 我认为其实某种程度上 对于消费必需品来讲 还是某种程度的利好 因为不管你买不买非必需品 你买不买车 你买不买电器 你买不买手机 换不换电脑 那你总得吃饭吧 你可能说饭你都不吃了 你说省钱省到 以前吃一天吃一顿饭 已经够省了 那现在呢 一天呢 三天吃一顿 那也不能成仙了 好 那个我们看一下 这是最简单的几个数据 和大家过一下 接下来呢 咱们来讲正股 以及讲市场的一些点位 大家还是比较关心 迪斯尼呢 其实昨天有朋友问 我当时给了一些回复 说要关注这个107 千万别跌破 结果没想到今天还没扛住 因为这个财报的预期呢 其实还可以 其实它的财报出的也还可以 但是这个前瞻 实在是给的有点不好 给的让人觉得有点信心不足 其实在过去的三份财报里边 就不包括这一次 那三次 迪斯尼呢 在财报之后 全部是出现了上涨 但是今天没有延续这个趋势 管理层给它的流媒体部门 提供比较差的指引 大幅下挫9.51% 而且还跌破位了 一会儿呢 会讲到这个问题 这个跌幅 也是2022年11月9号以来 最大的单日跌幅 当天呢 是下跌了13%之多 所以这个跌幅 对于迪斯尼来讲 是一个重创 我们看一下它的财报细节 整个的 这个迪斯尼呢 在 整个的第二财季的财报 是 亏损1800万美金 比一年前的 6.59亿美元的亏损 有所缩展 调整后的收益是 每股1.21美金 好于分析师预测的 每股1.1美金 高于去年同期的93美分 收入是增长了 1%至220.8亿 但是没有达到市场 普遍预期的 221.2亿美金 你单纯从这一份财报 本季度财报上来说 它绝对 MISS的不多 对吧 就是营收掉了一点点 但是每股收益 还要更好一些 绝对不算很差 我们看一下 它亏损在哪里 娱乐DTC的业务的 营收是4700万 这块还挣钱了 那么ESPN 这个营业亏损呢 是6500万 主题公园 体验产品 还有消费产品 营业收入呢 是增长了12%啊 这是迪士尼的 一个全头产品 但是我们看前瞻呢 就不是很好了 因为前瞻 就是全头产品 这边增长也在放缓 同时 流媒体这边 也不是特别的零 主题公园 体验 还有消费产品 下季度的前瞻 比较的黯淡 预计这个部门的 第三财季的收入 和去年同期保持持平 也就是不增长 那么首席财务官表示说呢 我们对于流媒体领域 取得的进展 感到满意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实现长期盈利的路线 不是线性的 预计三季度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 娱乐业务将出现亏损 其中绝大多数 都要归功于 Disney Plus的 Holestar的 ICC的 版球的 版权的支出 那么预计 第三季度的 Disney Plus的 核心用户 不会出现增长 这是最要命的 三季度 就是下个财季 第三财季 它指的是 但预计 第四季度将出现 部分增长 仍旧预计 合并后的流媒体业务 将在四季度 实现盈利 并计划 下一个财年 在此基础上 再接再历 其实它的前瞻的 全年盈利的调整 还是可以的 每股收益 增长25% 高于之前预测的 20% 其实就是 下个季度的 流媒体业务比较弱 但四季度 预计会扭亏 而且给全年的EPS 有一个新的提升 总体上来看 前瞻这边 是比较模糊 但是它最终的结果 最终尽管 跨越了一个三季度 现在大家不清楚 发生什么 但是它给的前瞻 还是不错的 但是市场总是这样 由于迪士尼的 最近的价格 其实走的是不错的 已经是打了一些 预期在里边 所以今天 给了一个 不太那么明确的 下个季度的前瞻 尽管年度的 EPS增速 还是上去了 但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些抛售 但是市场的评级分析师 对它的 还是不错的 分析师 比如说美银的分析师 在今天的报告里边 重申了对于迪士尼的买入评级 还有145块钱的目标价 那么T.T.Cowen的分析师 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把目标价 从100块上调到了108块 维持了持有的评级 但咱们看一下 迪士尼这只股票 到底现在贵还是不贵 接着到今天为止 按照它的历史波动 15.9倍到24.8倍 24年9月的前瞻估值 是74到116 中位是95 25年9月财年的前瞻估值 是88到138 中位是113 所以这个价格处于在中位位置 就是下跌之后 但是在没跌之前 属于比较高的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属于24年9月的前瞻估值上限的116块 所以今天呢 它的前瞻给的有点模糊 跌了一些 完全属于正常的估值的波动范围 它并没有高或者没有低 那也不是说 现在呢又突然跑又低估了 或者怎么样啊 没有 那么现在呢 看技术面 技术面呢 它是在107块钱 今天这个强支撑在盘中 还是没有守住 有点可惜啊 最低的时候打到了104.2 那么这个地方 技术性的看法呢 由于估值还是有波动空间的 现在离9月份 还有两个季度的财季嘛 那么这两个季度的财季走完之后 特别是下个三季度 业绩是比较差的 预期的情况下 你就看迪士尼这边 有没有一个 止跌起稳的过程 因为四季度它会上调嘛 它整个的业绩 四季度就会转好 明年会更好 所以对于迪士尼的看法是 跌下去之后呢 你参考明年25年9月的前瞻估值 去找你的长线点位 它下方其实几个支撑都是比较强的 比如现在呢 尽管是下看103级下方 但是98.4到103是属于强支撑 它也是接近25年9月88的下限不远 那么如果继续往下走 上到了之前突破的这个位置 之前这是我上次写的 91到96突破之后 当时告诉大家呢 是上看101到114和120到126 其实这两个目标 全部都完成了 对吧 就是在这个地方当时写的 是上一次财报的时候 给大家做的更新 后来呢 它是很顺利的 把这两个波段全部走完 现在呢 相当于又走回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 相当于把之前的这个头部走破位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暂时大家就要给它一点时间 去耐心的磨一磨 下方这些地方 耐心的磨一磨 特别是91到96 之前的这个上行突破的关键位置 也是下一次 如果有这么深跌到这里的机会 又是你再次去做迪士尼长线上车的机会 因为从明年来看 91块钱到96块钱 绝对不算高 绝对不算高 而且它流媒体的长线运营这一块 它给的前瞻还算是比较的中规中矩的 另外呢 从期权上来看 我就说一下5月17号吧 就是两周到下个星期五 它的月期权结算呢 市价认为是在大概105块钱 上下3块6左右波动 是一个68%的大概率 那么如果你从105.3减去3块6 那么差不多 下方呢 就是有机会跑到103这个位置 即下方 102103这个位置 所以呢 也没有看深跌的很多 最多暂时在本周 也就是这个地方 同样 如果你向上去加一个3块6 那么也不会突破114块钱的强压力 没有办法再次回到上面的 这个盖的小房子的这个顶部上面去 所以比较的困难 后面的看法呢 暂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 在下方去震荡 慢慢的大家就去吸筹吧 对吧 你也学机构一样 慢慢的去分批 去拿去做就行了 短期呢 不要看太大的一个 这个增长空间 以小幅的横盘震荡波段震荡为主 在这边来回去摆动 91到114的一个来回摆动空间啊 好 这是对于迪斯尼 还有一个呢 是DDOG DDOG呢 咱们也是一般是财报才讲 它平常讲的不多啊 主要的原因呢 是这只股票其实高估的比较多啊 平常我在一般会员节目里边给财报总结的时候 在谈到它的时候 都是把它列为高成长性 高风险性 它需要靠每一次的前瞻 不断的要去维持非常强的营收 才能够保持它的一个高市盈率 否则像这种高成长性的股票 它的营收只要一放缓 因为利润率是差不多的嘛 不会突然间提升很多 它就会导致它的EPS的增速 有点跟不上市场往前炒作的预期 就会出现像这种单日下跌11%的情况 那它这个下跌合不合理呢 先看一下它的财报啊 我们来说一下 再说它的这个这个数 这个具体的估值的情况 DGOG的一季度的净利润是4260万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44美分 好于预期的34美分 营收呢 是同比增长27%到6.11美金 好于预期的5.9亿美金 完全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这个当季度的财报 就是完全超出市场预期的 那么前瞻方面 预计下个季度的营收是6.2亿到6.24亿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34美分到36美分 这两块也好于市场预期的6.17亿 还有调整后的每股收益34美分的 那么展望全年怎么样呢 预计收入是25.9到26.1亿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1.51到1.57 那么中位大概就是在1.53左右 也是好于市场预期的营收25.7亿和每股1.43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季财报 夏季前瞻 全年前瞻 完全都是吊打预期 对吧 但是呢 为什么还跌呢 因为其实呢 市场也存在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高估的会卖的问题 他就是他想挺 他很难去挺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高的太多了 高的有多高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以30到40倍的前瞻去参考他 因为他的增速调整过了以后 24年只有10%左右 25年只有18%左右 他和当时在23年的增速非常的快 大几时的增长 后来呢 你想想 按照现在的参考 30到40倍 他只有45到61 中位是53 25是52到69 中位只有60 大家说这个数据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搞错啊 我把这个地方的市价和前瞻P的情况给大家标出来 你就知道了 市价112块钱 24年的前瞻P有73倍 25年的前瞻P有64.7倍 这个还是在下跌了11%之后 没有下跌之前 24年接近80倍 25年的接近70倍 你就想象一下 他到底是高还是低 其实市场呢 就是这样啊 炒完一波 然后呢 发现他没有释放更大的利好 那么暂时就卖一卖 卖一卖干嘛呢 卖一卖获利了结 后面接着炒呗 那这种高成长性的股票 它的波动性在财报的前后就是这么大 所以这是大家如果参与这种股票 你心里边 心里一定要知道它的基本面的位置 以及呢 市场道理是不是一直会是这么去拿着啊 不会一直拿 总会有被抛售 或者再被大幅买回来 又重新再上去走一波的机会 波段对待比较好啊 特别是要参考技术面去多 去做波段的话 也不会吃什么亏 那么怎么去看待它的技术面的情况呢 目前它是120到126 在今天是破位 短期筑顶了啊 这是筑顶了 筑顶之后陷入了震荡格局 但是它的震荡 其实和迪士尼是非常类似的 它下方 全部是强制成 108到117 马上就是强制成 这个地方跌破 就下看103级下方 但是也是强制成 大家看 连续的强制成 全部是 所以它的幅度可以非常的宽 在这个地方震荡的也可以非常的久 特别是呢 最近的看点就是先看108啊 这个地方作为一个 短期的高低的震荡位置的一个分水里 如果跌破这个地方之后呢 预计它有可能是在92到117 走这个区间震荡去了啊 因为随着它时间的推移 它的这个前瞻估值水平和PE水平 未来再继续增长的话 还会下降嘛 就是以时间换空间 结合着波段的一个打法啊 所以这种股票呢 你说它差吗 它其实也不差 但是你说它的基本面值这么多钱吗 那肯定还是略显贵了一些啊 好 这样的股票呢 大家也可以采取那种小仓位长持的方式 去慢慢的去拿它 问题也不是很大 因为前进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你要重仓压在一个高位 短期背套呢 心理上你肯定是比较受伤的 这是你要知道 用小仓位长期持有 呃 陪伴它的成长 希望它的未来呢 能够多涨几倍 对吧 很多朋友都这个想法 可不可以呢 完全可以不是不行 那你就不要太关注它的短期波动 那么喜欢波段的呢 那你就找这些地方去打它的波段啊 毕竟这样的股票波动性是非常之高的 好 那么它这边的期权 这边我也还是讲一下吧 呃 它在5月17号的期权是上下大概5到6块钱左右 所以呢 截止到5月17号 还是有可能跌到108级下方的啊 不是没有可能 就是到两周之后的下个星期的星期五之前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往上呢 我接加个五六块钱 还是没有办法突破上方的这个柱顶的上演 那126突破不了啊 所以跟迪士尼非常非常的像啊 波段对待就好了 好 然后再来讲一下关于英伟达 呃 英伟达的点位是给大家做一下更新啊 呃 昨天的突破之后 今天呢 是小幅回撤 呃 之前的K线呢 我看了几个平台都出现了问题啊 最低的时候都跑到了什么823去了 实际上是没有啊 你包括我使用这个软件平台 展示用的还有那个trading view那边 他其实都是出现了这个数据上的软件的展示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到当时那个下引线特别的长 对不对 跑到了什么823 那是一个错误数据啊 现在各个平台都已经修正了 好 那么呃 他的问题是现在呢 回到了912上方 这个地方我之前写了870到912啊 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866到912 这是小幅下移了一点点 但是呢 现在的看法一样 由于今天的这个走势啊 是一个滞涨形态啊 所以呢 我给大家再提出来一点就是 现在呢 是站上了强支撑结构变为上行 呃 但是如果他什么时候把上行趋势又走破了呢 你就看866 如果跌破了866 看法和之前一样 下看804级下方啊 804级下方和之前的看法一样 只不过点位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本周有几率跌破866吗 呃 这个是属于极小的概率 因为期权的本周的结算是905块钱 市价上下波动31块5 那么向下呢 就应该维持在870块钱的上方 那就说明什么 没有破位866嘛 对吧 向上是什么地方呢 是跑到936到937这个位置 也没有办法去打一个前高 但是放到两周之后 范围就会大得多 两周之后的8月17号 就有可能会跌破866 或者呢 有可能会跑到上面接近前高的位置 因为那个时候这波动就是50多块钱了 到时候咱们走完这一周再更新好吧 因为现在的英伟达这个波动 其实从它的历史的波动横向来对比 来看本周属于毛毛雨的一周 基本上属于比较风平浪静的一周 没什么大动静 因为你只有什么30多块钱的波动 你想想 差不多就是4个点吧 上下大概4个点左右的想象空间 大概就这样 所以本周过度看多英伟达和过度看空英伟达 都没什么太大意义 比较降游这个星期 好 最后呢 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CTA的策略的点位问题 CTA的策略点位呢 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讲到的是本周啊 本周之内呢 无论市场是上涨横盘还是下跌 CTA全部都是净买家啊 就是一周之内 截止到本周五一周之内的时间 全部都是净买家 他们不卖 无论怎么涨怎么跌 他们都不卖 好吧 这是本周之内 那么CTA未来的一个月会发生什么呢 那就不一样了 CTA未来的一个月 买入大幅加仓的触发位置是在5106 持有观察触发的点位是在4920 就这个地方他们不买也不卖 大幅抛售杂盘的位置是在4624 那指的是未来一个月里边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 点位如果跑到这些位置 那么他们就会有这么一些这种动作 所以呢 总体上来看 他们还是属于什么呢 不是属于在短期内杂盘的最大的推手 那所以市场他们不砸 那么现在谁来砸呢 大家砸不砸呢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了指数已经突破了 指数突破的意思就是 暂时的短线看法 再去在这个地方看空 没有理由啊 就是今天这个点位 你再去还去看空它 或者今天这个位置做空它 没有理由 一点理由都没有啊 所以暂时不要做空 哪怕你说你不想追右侧 持有以前的仓位 看它能跑到哪再说呗 跑到上面跑不动的时候 获利了结部分的落贷 也没什么不好啊 好 我的个股方面呢 持仓方面呢 还是这些 有一些呢 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到我的家仓位置 没关系 继续等待 就跟昨天说的一样啊 巴菲特老爷子那么大年纪了 都可以把现金拿出来继续等着 对吧 我还这么年轻 我怕什么呢 大家也一样啊 大家可能比我更年轻啊 好 非常感谢大家啊 今天呢 也是和大家 简单的聊了聊市场的一些个股啊 点位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再次感谢大家 持续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希望大家还是随手 能够多多帮忙点点赞啊 谢谢大家 祝大家投资顺利 那今天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 不散